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程阳公主在人世间的时候 一直被自己当皇帝的父亲和当皇后的母亲宠着爱着 长大以后又受到了自己当皇帝的哥哥保护着 尽管她一生结了两次魂 但是她的一生还是很幸福很美满的 这个公主一共嫁过两个老公 她的第一个老公也是职位高的管理 生命显赫 叫杜和 这个杜公子是来国公的次子 可惜是个生命不怎么长的人 因为参加了太子的谋反被杀掉了 也是因为这样 这个一直很受宠爱的公主开始了自己的守寡生活 当朝皇帝是特别心疼自己这个女儿的 很是不忍心让她接下来的人生一直当个活寡妇 所以呢 这个皇帝也是操碎了心的 又再一次地帮自己最疼爱的女子找个老公 这次皇帝选中的是薛怀玉这个人的儿子 薛冠来当他官女儿的老公 皇帝希望自己这个小公主 这次的婚姻很幸福很美好 还叫来了占卜师 为自己小公主的婚姻补上一挂 可真是一个很心疼自己女儿的好父亲啊 这个占卜大师可能也是个大骗子 技术不行 竟然告诉唐太宗说 要在白天给这位公主举行婚礼 在唐代那个时候 婚礼都是在傍晚才举行的 改在白天办婚礼是有为礼仪制度的 但是皇帝父亲实在是心疼自己的女儿 就一直要坚持在白天举行很善大的婚礼 可是呢 朝廷上的大臣们都是不同意的 尽管不可能像女子一样 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方式 但是那帮大臣一直在说那些封建的规则什么的 让皇帝父亲很是无奈 身为一个明君的皇帝 就只好顺着大臣们的意思了 不在白天举行婚礼 这个很受宠爱的公主 嫁给了他的第二个老公 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这个公主还给他第二个老公生了三个儿子 薛乙是这个很受宠爱的公主 和他第二个老公生的一个儿子 他被封为了河东县侯等等的官职 最出名的还是这个公主的小儿子 不是因为这个小儿子多么的能干 多么的聪明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婆 太平公主 后来他的皇帝哥哥登基了 这个皇帝哥哥是和他同一个母亲肚子里面生出来的 对这个公主也是很爱护 后来因为巫骨这件事情的发生 皇帝哥哥也没有处死掉自己的亲妹妹 而是把公主的第二个老公贬了官职而已 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涉及这件事的不是死的死 流放的流放 只有这个公主不但什么事都没有 自己的皇帝哥哥还一样的爱护着他 这个皇帝哥哥还把自己在后宫这么多的皇子公主中 最喜欢最疼爱的唯一的嫡女 太平公主 嫁给了这个公主妹妹的小儿子 承阳公主的一生可以说是很幸福了 小时候有皇帝父亲和皇后母亲疼着 长大了有皇帝哥哥爱护着 可以说是在历史上 过得非常幸福和美好的一个公主了 真是让人羡慕啊 本期节目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